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们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 我也忍不住在这一集 要向大家报告一个极度舒适的一条消息 反正是我看完了以后 我感觉到极度舒适 怎么回事呢 画面中一群香港的 那个字念什么月游 还是嘎杂啊 或者是叫什么黄丝啊 黄尸啊 是吧 反正香港废青吧 统称吧 是吧 这画面中啊 然后呢 大家知道最近英国呢 这个悍然啊 这个要收留香港的这帮废青 是吧 要是那个BNO护照 是吧 BNO就是海外居民的英国护照 那个事情呢 的确啊 是这个英国方面啊 率先呢 违反了协议 在中英联合声明里边 BNO护照是不能长期拘留在英国的 但是呢 他们给了他拘留权 所以香港政府呢 立刻就宣布 BNO护照 我们香港政府不承认了啊 作废了 是吧 那么 那么这个一小部分人啊 为了这个BNO护照 可以在英国拘留的事情 匆匆的啊 移民英国啊 那么最近呢 有一条消息啊 看过以后呢 让人极度舒适 说这个一家十二口的一个港人的家庭啊 日前呢 在英国的西斯罗机场 等待申请啊 这个叫特许入境许可的时候 因为拍照 而被当地关口的人员阻止 就是特许入境许可啊 就是说对这些英国的难民来着 来英国的难民 包括这种二等公民 拿这个BNO海外护照的 都是在一个关口啊 在那儿 这个去办手续啊 然后这些人呢 这一家子啊 一看到了英国了 兴奋呢啊 兴奋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欢呼雀跃 在那儿一边拍照 一边这个打手势 耶耶耶 这是兔子啊 反正反正那个不堪入目啊 所以说呢 当地的官员啊 说别闹了 别闹了别闹了啊 这个老实点啊 然后呢 这帮人呢 立刻的起哄叫嚣 啊 我是你们请过来的 我是香港的 我香港的皇师 你们知道吗 啊 我们在香港光复香港 是不是香港警察都不敢惹我们啊 你凭什么对我们呼来喝去的呀 啊 所以这群人呢 就当即的起哄叫嚣 结果呢 12个人被直接拘留了一夜以后啊 隔天呢 被遣返香港 两年内不得进入英国 这个这个消息呢 是根据啊 这个有一个Facebook的一个用户啊 他说呢 他说呢 从一名在英国内政部担任督察级的这个官员得知啊 说12名持有BNO的这个香港的皇师在等待申请特许入官许可的时候 在关口大模大样的拍照啊 官员呢 随即 喝止了有关的行为 但有人呢 啊 不断的起哄 还 删获他人 非法冲官 好家伙 把香港这一套啊 把香港这无法无天这一套挪到英国的海关去了啊 并发生了推撞啊 和怂恿啊 哎呀 所以结果呢 疫情12人被带入房间啊 其中呢 有人呢 粗口横飞 骂街啊 啊 你知道这香港人呢 他用那个粤语骂街啊 啊 他这几乎就成了一个 这个口头语了 你知道吗啊 丢你老母啊 是不是啊 丢母鸡啊 母鸡是不知啊 这丢反正那意思吧 反正就成了口头语了 因为他们 这香港那帮底层的黄尸 那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素养 没有啊 所以说 这个调查期间啊 有人声称自己不懂英语 结果呢 被拘留一晚之后 12个人啊 当即被 这个遣返香港啊 说一个 就是当事人啊 就是被遣返的这个当事人呢 啊 说这个在网上呢 拿出了另一个版本啊 他声称呢 说对海外的港人 及英国的执法机构 十分的失望 当时呢 与年事已高的父母 姨妈 姨丈 三个小朋友 等待啊 搭卡塔尔航空 经多哈 转到了英国伦敦 同机的还有十五到二十名港人 当时关口的人龙很长 他们只是打电话 报平安 结果呢 英国的海关官员 态度极度的恶劣 要求他们收起电话 但他们呢 没有理会 有关官员冲向当事人的太太 结果被当事人拦住 四五个官员 随即把他们十二人带入了房间 当事人呢 误把一名华人的官员当做警员 质疑为何居然有警员在关口执法 这帮黄师们的脑袋是什么结构啊 有警员在关口执法啊 这还稀奇吗 海关有警察在执法 还稀奇吗 说这个华人的警员 你为什么浑身都是纹身 态度非常恶劣啊 是吧 如果这位华人的警员啊 不是香港人的话 我要给他点个赞 对着往香港的黄师 这就对了 对吧 然后呢 他们一家十二口啊 在隔天就被给遣返了啊 拘留期间 当事人声称啊 里面的环境非常差 有好多的南亚人 同黑人啊 睡在旁边啊 相信他们就是难民 极度的恐怖 那虽然呢 我逃离了香港避难 不过我是被政治迫害的 不是穷 那你的意思 老子有钱啊 有钱 英国也不要你啊 直接就给遣返了 对不对啊 后来呢 还要把这个 华人的官员 给起底啊 另一名呢 在场目击事件的网民啊 一证实了 这个实践 说十二名 港人的首领啊 说摆明啊 就是傲慢嘛 摆明就是玩人家嘛 而家属呢 亦非善男戏女 十二个人 团团的围着海关 之后呢 更加起哄 呼吁在场的港人 投诉官员 什么种族歧视之类的 但没有人理会啊 这十二个香港的皇师 网民形容啊 说禁止这十二个人入境 是合情合理的啊 他们不是真正的想移民啊 是想到英国啊 来搞光复革命的 这后边的话是我家的啊 说这个英国的这个BNO 护照的这个事情啊 有香港的啊 这些这个香港的太平绅士 就表示啊 说这个BNO这个护照啊 这个东西是个大坑 这个事件就告诉大家 教训大家 香港真是自由的福地啊 你一离开 你就会尝到真正的国际标准 香港的警察 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啊 你不信你看看美国的警察 你看看英国的警察 怎么样啊 是吧 所以也有很多香港的网民啊 在嘲笑这帮皇师 叫自食其国 不是这个 你在香港不可一世啊 但是呢离开香港就去世了 是吧 还有一个朋友说 这帮香港的皇师们 就是什么呀 白痴低能啊 说这个英国有入境自由啊 有民主自由啊 对吧啊 这个你们去了以后 连入境的自由都没有 你不是跑到英国去当 这个三孙子去了吗 的确BNO护照在这个英国 你必须得证明 你有这五年里边 在英国生存的能力 就是你有钱啊 有钱才行 是吧 没钱滚蛋啊 知道吧 只有长寿 这个只有这个遭受了啊 说这个英帝国主义的铁拳啊 你才回头知道香港的好 是吗 所以这个新闻让人极度舒适 所以呢 我不得啊 不介绍给大家 好 谢谢 咱们下期再见